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睇到网点评,我是李思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将会在5月7日访问南韩 与总统尹石月举行首脑会谈 尹石月3月已经在二战劳工赔偿问题上 对日本做出大幅让步 分析认为如果对日新橄榄枝未获回报 尹石月的对日试好政策将会前景堪有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南韩总统办公室昨日表示 韩日首脑会谈将会讨论 针对北韩核威胁的安全合作及情报共享 半导体等经济合作等议题 此外,敏感的福岛核污水排放入海问题 亦有可能提及 总统办公室表示 以这次回访为契机 恢复穿梭外交具有重大意义 因此直接提及对历史道歉 或反省的可能性不大 南韩舆论认为 尹石月已先提出以第三方代为赔偿的形式 向二战期间被日本强征的南韩老公 做出赔偿的方案 南韩一直期待日方对此做出有诚意的回应 美媒引讯南韩文调显示 大约百分之六十的南韩人 反对尹石月对日本的做法 很多强迫劳动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 以及南韩的自由派在野党 指责尹石月奉行外交投降政策 说他是应该要求日本赔偿和道歉 尽管尹石月面临对日本采取更强硬立场的巨大政治压力 但到目前为止 仍未有迹象表明他会让步 尹石月曾经表示 在赔偿过强迫劳动受害者之后 他没有计划寻求让日本报销费用 认为与日本面向未来的合作 对于维护东北亚的自由和平和繁荣是必要 分析认为即使南韩人同意尹石月 关于需要与日本建立更密切的战略关系 他们亦都不准备将过去拋在一边 如果在敏感的历史问题上没有进展 尹石月的对日外交示好政策 很可能无法在国内站稳阵脚 对日关系在他的总统任期结束之后 亦都可能无以为继 好了 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收看